恒生指数虽然几次尝试冲2万9,甚至迫近50天线 还穿过一下,不止一次穿过一下,但也不能够发上50天线以上 更不能够冲上保利加通道顶部 都是跟这些,相信跟刚才说的引诱重重有关 可能就是等上述的消息明朗化 第二,就是今个星期有很多重磅蓝筹股公布业绩 刚才说了汇丰,接着还有很多国企股可以说是蜂蕴而出 加上港交所有都会有业绩出到来 所以这个星期也是可以这么说 引诱重重重,十面埋伏都可以 因为很多消息正在出来,所以大家要留意着 总之来说,恒生指数呢,初步看也是一直在20天线 或者保利加通道中族上上落落 能不能够上去呢?或者会不会跌下去呢? 还是看回刚才那些消息呢? 会更加明朗方向呢? 否则都是这个方向,这个区间或者通道里面 上落的可能性是大一些了 そ字幕台 maioria不出发 这么多就把更伤 military伤害 但是obs dickens 熊 måste产 fonctionne engQué什么努力 这个毕端 谁姑嫌什么 就是暗闭的 这个毕端